晚安 欢迎一块来Focus 全球新闻 我是张静玲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2天 累计至少已经发射了600枚的飞弹 而集结在边境的军力 有9%数都已经进入乌克兰 为了拿下首都基辅 近来俄军是频繁的轰炸周边城镇 南部黑海战略大城奥德萨 则是下一个大规模的空袭目标 现在军事专家分析了 俄军计划让南北的军队会失好 完全的包围基辅 此外也试图切断北约军援通道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是要求西方要提供战机来捍卫领空 而美国也正跟波兰商讨 该如何来给予战机的协助 乌克兰首都基辅西北部伊尔平市 居民正在撤离 一颗飞弹突然落下 郑重逃难的一家人 伊尔平的空袭 至少造成八位平民死亡 其中包括孩童 乌克兰民众现在很挣扎 他们急于撤离战区 但又担心外出 反而让自己曝险 而这种恐惧的心理 正是俄罗斯轰炸的目的 想借此击溃乌克兰的士气 逼迫人民乖乖投降 俄军为了夺下基附 这两天开始对周围的小城镇 进行轰炸 刻意攻击住宅区 俄军北要基辅 南要黑海战略城市奥德萨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警告 俄军将对奥德萨展开大规模空袭 距离奥德萨不远的 尼古拉耶夫市 俄军空袭已经展开 当地死伤不断攀升 太平间里堆满了遗体 不少人被炮弹烧成了灰烬 一名从克里米亚赶来支援的 医护人员忍不住痛哭 他说家乡的朋友 被俄国总统普京洗脑 都支持这场所谓反纳粹的 特别军事行动 俄国近日的猛烈攻势 大有斩获 基辅几乎被包围 东部和南部的俄军 也将会师从南边夹挤基辅 美国情报显示 俄罗斯已经发射超过600枚飞弹 为侵略而集结的军备武力 95%都运抵了乌克兰 俄军也陆续切断波兰 与北约军备支援的通道 周末炸毁了基辅西南部的 一座空军基地 泽伦斯基要求西方国家 给予更多的战机捍卫领空 美国正与波兰商讨 提供遏制波兰战机给乌克兰 俄军在上周五控制了乌克兰 最大的核电厂后 立刻切断了电厂的对外 手机通讯和网路 外界无法得知 核电厂实际状况 法国总统马克宏 与俄罗斯总统普钦通电话 表达了对核电厂安全的疑虑 他同时也要求普钦 停止攻击人道走廊 以免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